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一千二百三十一回 寒历转头像同样传送过来的荧光星子微然一笑地说道 荧光道友 看来这里的确被魔族发现了 不过似乎并没有太受重视 只判了这点人少监视 不是魔族不重视 而是我们人族各大城市开辟在外面的各种隐秘的传送点太多了 这些魔族不可能每一个传送点都派出重兵监视的 这个传送处能有化神修为的魔族出现 已经是颇受着魔族的看重了 荧光仙子却似乎对此很清楚 哼 原来如此 仙子之言的确有理啊 寒历略微沉吟了一下就哑人一笑 接着呢 手指一弹 一颗火球飞射而出 一个闪动之下就化为了一只赤红色的火鸟往地上一扑 那些魔族蚕尸啊在火鸟飞过之后就纷纷的化为了灰烬 只留下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储物器物 魔族的储物法器啊和灵界的储拙呢是不同的 一个个呢 看似腰带的储物法器 哈利袖子一卷就将这些腰带啊都凭空的射了过来 用神念的随意的往其中扫了一眼 结果呢 眉头微微一皱 这些魔族假式的储物腰带中啊 竟然存有的东西极少 除了一些乌黑发亮的晶石之外 大多呢 是一些啊 震盘震旗之类的器具 而那些黑色的晶石呢 应该就是传闻中魔界特产的魔晶石了 此晶石呢 和人界灵界的灵石啊 都是差不多的存在 只是其中啊 充斥的自然只有精纯自己的魔器了 哈利摇里摇头 手中灵光一闪 这些储物腰带啊就被收好了 接着大步一迈 向大厅外走去了 刚才呢 他的神念早已经扫过了附近的一切 早已经清楚了呢 兄弟除了这几十名魔族之外 再无其他任何存在了 这才会如此毫不在意的向外走去 荧光仙子的脸上神色一直平静至极 此刻呢 同样的跟了出去 一走出大门呢 就可以发现 这座传送镇 既然是位于某座地下洞窟之中 除了一条蜿蜒通向了高处的狭窄的天然的通道之外 就再也没有任何的路口了 如此隐秘的地方 也不知道那些魔族是如何找到的 这倒是让韩利有些嘖嘖称奇了 片刻的功夫过后 两道惊鸿呢 从地面一座小山底部一飞而出 在空中一个盘旋过后 就认定了某个方向 激舍而走了 这两道顿光 放飞出不过百余里 其中呢 一道青色的金红啊 骤然即闪了几下 就变得渐渐的透明了起来 甚至于呢 在最后变得若有所限了 至于另外一道白红 则砰的一声问响 竟然幻化成了一朵呀 不起眼的白色的云朵 看似在高空中徐徐的飘动 但实际上顿速 丝毫不亚于另外一道顿光 就这样 二者一前一后之下 转眼之间的 在天地的尽头处消失了 但是 就在韩利二人离开传颂之处 不过半日的功夫 从另一方向处呢 天空突然为之一按 一团魔器所化的营物啊 滚滚的席卷而来 速度之快 只是一个卷动 就一下子到了 韩利等人刚才 飞出的山头处 然后魔区一宁啊 立刻呢 幻化车了一名 白假老者出来 此老者 投身短脚 面容依稀呢 和那名被韩利击杀的魔族啊 有几分相像 竟然是一名 合体期的 高阶的魔族啊 他此刻啊 一脸的焦虑 在身形 刚一现出的瞬间 就化为了一道白光呢 摄入到了隐蔽的通道之中 但是几乎 只是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 一声悲痛致敌的吼声啊 就一下子 从地下传出 接着白光一闪 老者再次的 从地下积析而出啊 一个闪动之下 就默然出现在了小山顶部 冰双目冒火的 向四周飞快的那么一扫 哼 竟然敢伤我爱孙的性命 哪怕你跑到天涯海九 本尊爷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找到了 应该是这个方向没错的 白甲老者竟然顷刻之间啊 就找出了 韩力等人离开的方向 口中一声低吼啊 体表的母体一貌 就再次的化为了一股黑云 凝聚四周 老者 默然一拍腰间处啊 一声清明 一团黑光从中一飞而出 一颤之下 就化为了一只啊 体长实丈的 漆黑的巨鹤出来 身形一动 老者呢就化为了一股恶风 出现在了巨鹤的背上 然后脸色铁青的 猛然一掐发掘 黑色的巨鹤 双齿黑芒啊 一刃流转 略模糊之后 一下子幻化出了 四只黑色的羽翅出来 在同时呢 轻轻的那么一扇 破空之声大起啊 黑色巨鹤 一下子仿佛弩箭一般的 击齿而出 同时呢 老者体表散发的魔气 也一下子 狂胀了散开 将巨鹤也一同的 包裹在了其中 顿速 一下子更快了 被许啊 但是就在 这个时候 忽然一根呢 黑乎乎的 晴天巨柱 从黑气云中的 一探而出 一晃之下 竟横跨千丈之远 一般的 狠狠的 砸到了小山之上 一声惊天动地的 巨响过后 无数的碎石 鸡舌而飞 巨棍幻影一般的 一闪不见了 原本呢 高约天丈的小山 却一下子 就凭空的矮 去了半截啊 这位高阶的魔族 竟然一棍子 就将近半小山 砸得粉碎 而黑色巨鹤 却早已就 化作了一团黑光 瞬息千里的 从附近天空中 一闪 不见了踪影 两个时辰之后 离此地 百万里外的 另一座 巨大的山峰之上 另外两座 高阶的魔族啊 正面对面的 说着什么事情 女兄啊 神力老怪 咱们一去这么久啊 不是说 只是顺路 给其爱孙 送两件护身的宝物 就马上返回的嘛 难道说 还真打算 都表演一会儿 祖孙秦深 哼 我们可是有要事在心的 这人耽误了大事 可没有办法 向雪光大人交代啊 一名脸上 明运有蓝色魔纹的 高阶的魔族 正有一些不耐烦的 冲他的同伴说道 呵呵呵 三尊者 何必是太过着急啊 李老怪 不是没有眼色之人 多半呢 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再说 可能负责先是 此地狱的孙子 是其唯一的嫡系泄脉了 现在的忠实一二 也是正常之事嘛 另外一名嘴角 生有树根 持续肠肉须的 秃头的魔族 却毫不在意 哼 就算是这样 那此地 离那边并不算太远 李道友也应该回了才是啊 莫不是 这在路上 遇到了什么麻烦吗 遇到麻烦 这怎么可能啊 以李老怪的神通 除非是说 遇到了人族的合体存在 其他的人族羞逝 又怎么敢去招惹他呢 秃头的高阶魔族 嘴角的几根肉须啊 甩动了几下 连连摇头起来 这可不一定吧 人族中 也颇有几件 秘宝具有跨境界一战的 莫大的威能 或者几名精通 联手之术的 练须后期修士 也同样是大为棘手啊 现在 此地域的人族这点 都被我等团团的围住了 哪有那么巧合的事情啊 秃头魔族打了个哈哈 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而就在话音刚落的时候 突然呢 一阵低鸣之声呢 从此魔身上 一下子传出 让二魔为之一乐 但是 秃头魔族 马上单手一挥 手中的乌光一转啊 一个白森森的法盘 就一下子出现在了手中 一根手指呢 往上面轻轻一点 顿时啊 一层透明的波动 一下子荡漾而开 圆盘表面上白光一闪 浮现出了一张啊 脸沉似水的老者的脸孔 正是他们刚刚还谈论的 利老怪 李兄啊 你没有按时返回 反而动用了 罗森魔去联系我二人 这是何意啊 秃头魔族 冲着圆盘上的老者的脸孔 有些不悦的说道 不错 此法既消耗的魔幻时 即使我们也没有备用多少的 利兄胡乱动用此物的话 实在有些不妥吧 一见老者呢 并没有什么事情 蓝尊者脸上一松 但是呢 也有一些不悦的说道 二位道友 有所不知 我的爱孙前不久 刚刚的被人贼修饰击杀了 我呀 现在正在追凶而去 不过 这些动手之人 可能有人足的合体存在啊 我一人不一定能报仇血恨 需要二位道友过来 助我一臂之力 续成之后 本尊愿将这次 圣祭所有收获的一半 当做酬劳赠予二位道友啊 独角老者 目中凶光连连闪动的说道 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 什么 有这种事情 不过 利兄如何知道 下手之人 是人足的合体修士啊 哼 我已经到过 孙儿被击杀的地方 我那爱孙和其属下 被击杀的时候 竟连一丝的争斗气息 都没有露出 一般的练须修士 如何能做到此事 况且 虽然凶手已经离去了一段时间 是人足合体修士的可能性 很大的呀 唱听网 有时候 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 别样精彩 3w.听85.com 独角老者 嘴角抽搐了一下 说道 嗯 要是这样的话 咋的确有此可能啊 哎 但是利兄 你可知道这些人足修士的准确的数量吧 呃 我感应过了 只有两名人足的残留气息 哦 若是这样的话 我们三个人的确 应该皆无问题 但是关键的是 我们本来就有重任在身的 那万一在追杀的时候出了什么差错 恐怕圣族大人会怪罪下来吧 秃头魔族呢 却犹豫了起来 既然人足有合体修士离开祭典出现在这里 不用问 肯定也是对我们圣族有所图谋的 我们若是能击杀这么一两名合体修士 并破坏了他们的图谋 圣族大人 圣族大人只会重赏我等 又怎么会责怪你我呀 再说 我们三名尊者联手 那人足合体等级的修士 说不定只有一个人而已啊 就算是合体大成的存在 我们也可一斗 又有什么风险可言 这样吧 二位道友 只要助我报了此仇 除了这次圣祭的好处分你们一半啊 我那株珍惜多年的辅思枝 也送与二位道友当作报酬 独家老者一咬羊 将好处啊 又一下子提高了不少 哦 看来 立尊者真的是急于报酬啊 将此宝也拿出来了 若是如此的话 迷莫出手一次也不是不行的 来兄啊 你的意下如何呀 秃头魔族双眼一亮 大为心动了起来 立道友 你能肯定凶手只有两人吗 蓝尊者脸色也有一些异动 但是极为善重的又问了一次 呵 蓝道友对立某的能力是不放心嘛 若是到时候人数有误的话 在下自然不会勉强二位道友出手的 独家老者哼了一声 脸上怒融一现但是又强忍着压了下去 好吧 有道友这句话就行啊 我二人马上就敢去和立道友会合 哎 但是道友啊 千万不要把那两名人族修士给追丢了呀 蓝尊者脸上呢露出了一丝笑意的说道 两名人族修士既然击杀了拥有我血脉的后人 除非啊一口气飞出了亿万里之外 否则就算是跑到了天涯海角 也逃不出我的秘术追踪 独家老者呢 这个时候宁笑了一声 十分自信的口气 接着 线盘上白光一闪 这位立尊者的幻象一下子溃散消失了 竟然自行的掐断了联系 哎呀 我说立老怪怎么这么拖拉了 原来竟是遇到了这种事情 这也难怪啊 若是我唯一的后人也被人灭杀了 那也一定要生擒凶手 折磨一年半载的才能将其杀死呀 秃头魔族冷笑了起来 像我等这般修为 基本上不太可能再有后代了 自然对原先的血脉要多重视几分的 若是后代多一些还好几分 像得立老怪这般 只有一个后人的情况 在我们之间也不太常见的 难怪他这一次如此的暴怒了 不惜这般的大出血呀 蓝尊者也微微一笑的说道 只是两名人族的话 应该不成问题 既然我们马上也动身 既然是人族的合体存在 击杀了说不定还能够找到一些重宝呢 秃头魔族目中贪婪之色 一闪即逝 谁的嘴啊 既然答应了立老怪 我等自当尽力 走吧 蓝尊者点了点头 当其双臂一画 蓝色的电弧一阵霹雳啪啦的乱想之下 竟然化为了一对蓝色的肉翅 此翅 争鸣无比 不但表面的遍布蓝色的骨刺 更是由无数的电弧缠绕其上 仿佛天上雷弓降临一般呐 此魔双翅 只是一扇 就在连绵的雷鸣之声中的弹射而出 只见一道蓝色的电弧在虚空中一闪消失了 当再次浮现而出的时候 赫然已经到了数百让外的地方了 秃头魔族 见此情形 轻笑了一声 刨就一斗之下 一团红光啊 激势而出 一个盘旋过后 就化为了一团赤红的云雾 将其身形 一下子包裹其中 随后呢 红光一闪 红云就风驰电掣一般的 冲电弧脊椎而去 一前一后之下 二者转眼之间呢 就顿出了百余里去 最终呢 从附近的虚空消失的是无影无踪 而在另一处地方的独角老者 却丝毫没有停下顿光 等候两位同伴的意思 而是施展了某种秘术之下 将那顿速呢 再次提升了三分上去 因为在这位魔族尊者 看来他很清楚 纵然因为血脉秘术的关系 他呢 可以暂时啊 锁定对方的位置 但是时间 虽然是有一定限制的 或者说 一旦对方察觉到异常 干脆 用某种传送阵 一下子顿出了 一万里之外 那就有可能丢掉目标啊 顾尔纳在没有追到目标之前 他都不会有丝毫的松懈的 反正他有大员在后 即使说目标真的太为棘手 无法孤身一人击杀 那先拖着对方 还是能够轻易做到的 心中如此思量 独角老者呢 就这般带着满腔的怒火呀 继续的急之而下 而这个时候 杭丽自然不知道这一切 仍然呢 和荧光仙子呀 向着以天成所在的方向赶路 因为并非和人争斗夺命 那么所以啊 这顿速呢 虽然不慢 但是比起后面三位魔族尊者来 自然仍差得不止一筹 随着这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二者之间的距离 自然也在一点一点的拉近着 一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232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